中国那边的那些网购的平台 不只是安全帽 很多一些可能会认为说 抗争者会用到的物资 他们都不愿意 就是运到香港这边来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延烧 但最基本的物资却取得不一 在台湾的香港人 周日下午在台北新义区 发起募集二手安全帽的活动 要送给参与香港反送中的虚伪者 我们是连买安全帽都买不到 今天基于一个人民发生的 最安全的立场 我们没有理由不伸手帮忙 紧盛下就只有自由 连这个都要被剥夺 我觉得他在那边生活 真的是跟囚犯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实际到那边声援他们 只能借由这样的活动来默默的表达 如果这个政府 这个香港政府呢 一定要让他们的人民流血的话 那我们就要送安全 送给这些香港人民 活动从两点开始 才短短半个小时 就收集到一百多顶的安全帽 台湾民众不分年龄层 纷纷响应活动 民主要从小开始培养 所以希望他一起 帮助香港人这样 真的很勇敢 我很佩服他们 在台港人表示 运送的细节都必须要保密 才能够增加成功运送到 香港的几率 新唐人亚太电视网 冠点中央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有任何的交换 港人拥有阶段 未经许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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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可